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天是博士 他目前除了在清华大学任教之外 也是台湾的印度学会的这个理事长 首任的理事长 这个方博士要不要跟大家问个好 是 主持人黄大哥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 谢谢天师兄 谢谢方博士在板盲中跟我在坑中对话 我们在明镜专访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跟印度有关的这个议题 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役啊 这个很多人一开始并不认为可能俄罗斯会真的是住清乌克兰 但事实上发生了 那很多人也认为乌克兰不会赢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来赢 结果目前看起来 这乌克兰上了战 战了散风 那整个俄乌战争呢 出不大家意料 但是事实上越来越多人认为 俄乌战争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我们历史还没走到那个镜头 所以我们看不出到底像俄乌战争会怎么样的结局 会怎么样的整 但是整个俄乌战争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对很多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很影响很大 我们今天谈谈印度 谈谈中国 谈谈俄罗斯 谈谈美国 这之间的关系因为俄乌战争 因为中美国益对抗 本来原本的所谓的engagement 到现在confrontation 尤其有关于中国跟美国之间 导致了各国所谓的选边站 当然很多国家的选边站是自愿的 很多国家的选边站是被迫的 很多人为什么选择中立 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主题的印度 为什么选择中立 他基于国家的利益 还是自身的利益 他这样选择是对还是错 或是对他自己是有利 我们是不是想听听看方博士意见 尤其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跟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 在俄乌之战进行的这个所谓的焦头烂额 不晓得怎么样来结束的时候 拜登跟这个莫迪见面了 但其实事实上莫迪最近在新德里非常忙碌 我想天师博士应该很清楚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也去了 这个各方各方的英雄好汉各国里就都去了 希望印度能够从中发挥影响力来影响这次俄乌战争 我们是不是从这个拜登跟莫迪会谈里面 您的观察 您常常观察 他们到底谈了哪些重点 这些重点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注意 是 谢谢主持人 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就如同主持人讲的 那个对国际还有整个区域的影响非常大 那其中像我们今天要主要谈论的这个印度 因为它是过去来讲就是说成为印太战略一个重要的一角 那所以它的动向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 如果各位观众有注意到的话 印度在联合国相关对于这个俄罗斯入侵 或是我们讲清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决议里面 联合国大会大概加上安理会人权理事会 同共投了六次票 那六次里面印度都弃权 那就是如同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它看似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 不过实际上我认为印度并不是中立 它是一个 因为在这种国际 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国际的氛围之下 你投弃权票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呼应 或者说其实是暗中支持俄罗斯 所以包括俄罗斯 这个很尷尬就是说 包括俄罗斯他都称赞印度说 你这个投票的表现很好 这个是为了自己 这个为了国际表达 德基战略 对就是他一个很肯定 印度的投票行为 那俄罗斯肯定就相反的 就回到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那可能对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来讲 就是一个担忧 那过去印太政界已经希望把印度 拉拢成为 刚才主持人其实开始过提提到了 在这个包括在处理美中关系里面 印度 美国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盟友 重要的一个支持者 可是当今天这个发生 虽然不是中国 是俄乌这样相关问题的时候 那印度到底可不可靠 美国跟西方的盟友 到底能不能依赖印度 那印度在这个联合国的投票的行为里面 连续投了六次的期权票 那这个有点让美国坐不住了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 这个本来一开始 美国是希望利用这个 所谓释放安全对话 但是三月初的时候 开了这个释放安全对话的高峰会 本来想借用这个场合 联合这个日本澳洲 然后能够说服印度能够在 就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能够支持这些盟友的一个投票的行为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说服成功 那接下来就是你应该提到 三月中下期的时候 新任的日本首相安景文雄 到印度去访问 那我们知道过去在 安倍首相任内 印度跟这个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好 可是这次岸田首相去 这个同样的在去之前说 我希望能够说服印度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能够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立场 可是看起来是失败 失败不打紧 失败可是其他事情还是要谈 结果日本还是决定对印度继续投资 大概五兆日元 没错 那隔两天变成是澳洲出马 换澳洲总理 这个Morrison要来说服一下印度 所以他们开了第二届的印澳的视讯高峰会 结果同样的印度不为所动 那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拜登总统就有点坐不住了 所以他在一个会议的场合里面 他就有讲说 这个我们这次虽然大家好像蛮团结的 可是唯一一个国家例外 就印度 印度的这个立场有点shaky 他那时候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讲说有点动摇 甚至讲白点好像靠不住 靠不住 那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能又看到 包括中国外长王毅 也跑到印度去访问 俄罗斯的外长也跑去访问 就刚才你刚才提到的 感觉上心得理由变成是一个外交上一个重点 所以本来其实本来没有这个所谓 莫迪总理跟拜登总统的这个视讯高峰会 因为按照本来的安排 他其实就是一个二加二的 就是这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的一个二加二 第二次第四次的这种面积会议 可是看起来 大家觉得说 光靠这些部长级的讨论还是不行 所以还是要请老板出来 对不对 我的老板跟老板直接来谈一下 所以呢 在这个视讯二加二的这个会议之前 特别安排了这一场的高峰会议 那这场高峰会议的内容 一开始我们外界包括这个相关单位都有一些讯息 就是说可能一个重点是希望要说服印度 因为印度是没有参加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 可是希望能够说服他干什么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俄罗斯买石油跟天然气 特别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经济 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他现在是靠什么东西能够支撑 一个就是靠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 包括他对欧洲国家原来的出口 那印度本来对俄罗斯来讲 他其实购买 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跟天然气量 并不是那么大 可是印度跟俄罗斯有签一个叫做购买的选择权 那这个印度很妙 他过去他其实没有动用这个选择权 因为他觉得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相对于他其他地方可以买到 还是贵了一点点 可是这一次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副总理 在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事之后 很快的就打电话给这个印度的石油部长 说我们有一批油啊 对不对 你要不要来买一下 比较便宜啊 这个就一开始促成 那印度也心动了 既然现在国际的油叫这么高 那俄罗斯又愿意 用比较低于市场的价格来供给 那加上他本来其实就有签署相关的协议了 所以印度在这个时间点上 不但没有加入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反而增加购买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本来在这一次的高峰会谈之前 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可是在我们后来 谈完之后我们看到双边发的声明里面 各自发声明里面 其实坦白讲并没有 似乎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达成一个具体的共识 或者我们可以说美国还是没有成功 至少在目前为止公开来看 没有成功说服印度改变这种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 那我想这个反过来如果你看一下他的声明很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反而加了很多其他东西 他说我们谈了好多议题 我们谈了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们谈的气候变迁 那各位也知道气候变迁不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吗 那怎么会突然开个会来谈气候变迁 那所以这个乌克兰的问题才是双方要谈的重点 可是如果从最后声明来看的话 那千秒淡写 可见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 所以你看拜登跟这个莫迪在他想要 尤其拜登方面想要的所谓的比较站在同一边 然后制裁俄罗斯的动作也没有得到印度的首肯 那本来不希望购买大量原油 结果印度也做了 所以基本上您看这样 等于拜登的这个是这一次市政院峰会跟岸田 跟这个莫里森澳洲总理的这个会晤 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 等于这三个国家来讲 并没有很有效的让印度能够真正的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些战役里面选边站 我们像一般来讲说 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棍棒或者胡萝卜 就是你可以给这个更多的经济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好处 要不然就是说我要威胁或者说我要威胁处罚你 那我们看到像日本澳洲他们可能都采取 大概他也比较没有能力说去威胁印度 所以他目前采取的就是说 我给予这个比较多的诱因 希望能够让印度来跟我合作 那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是要思考类似的举动 就说就印度来讲他其实很现实 我刚才提到他向俄罗斯购买石油跟天壤器这个事情 他过去就不买啊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贵 那他现在买因为他确实就是比市场拿到便宜的价格 所以如果说你要说服印度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就特别在油气的问题上跟他合作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给印度一个相对比较强的经济上的诱因 比如说美国愿意提供类似价格的石油跟天壤器 或者他帮他找到一个可能可能的这个合适的买主 因为他这样的话那印度才有可能 同样的他也可以说因为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选择就不跟俄罗斯合作 因为现在的情况他是认为从经济的考量 我需要跟俄罗斯合作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俄乌战争 他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影响很大 可以预见就是说现在已经出估今年这个事情 到目前为止即便现在就说战争或者冲突可以很快结束 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都已经是一个负成长 对印度也是一样 目前预估可能他的GDP会掉一到两个百分点 对那加上油价这么高 他对他来讲他是需要石油进口的国家 所以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坦白讲就胡萝卜 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可能考虑 就是说如果说印度在这么多的政策上不能够积极配合的时候 是不是有时候要给印度一点压力 那看起来美国现在并没有选择说对印度支架比较大的压力 包括像之前印度开始接收俄罗斯的S-400的防空型飞弹 因为本来美国认为说这个如果接收或是购买这个俄罗斯这个飞弹系统的话 可能违反到美国的这个法律嘛 那可能要施以制裁 因为之前稍找 对稍找土耳其就是被制裁了 可是印度从去年底开始接收到现在 坦白讲我们并没有看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 就说给印度太大压力 甚至坊间还有一种传言就是说 可能印度已经有美国的默契了 他也不会被惩处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回到刚才的这个命题 那我既然也不会被处罚 然后我又继续可以得到这些相对的好处 我刚才提到了 日本也给我给印度这个增加投资 澳洲也增加投资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中国跟俄罗斯也同样的希望拉拢印度 那就印度的角度来看 我好像不太需要去改变我的外交政策了 因为反而在这个情况 这个时间点上 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 假设你要从美国立场要影响印度的话 那当然他要么就在给更强的 更大的胡萝卜 让印度这个转向 要么可能就是要对印度有更大的压力 那印度才有可能去思考说 他是不是要改变他现在这个所谓的外交的政策路线 因为我看了这个现在目前的资料 这个俄罗斯这次给印度的这个原因 有非常便宜 就你想一桶好像只有20美 20欧元 这是第一市场非常国际市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行情 那现在印度其实是一个天然资源非常缺乏 尤其石油 他长期一代这个进口 其他最大的这个进口国是伊拉克 然后再来沙烏地亚拉伯 其实美国也是排在后面的 俄罗斯更不用讲排在第九 本来只有占地好像是只有一%两% 我实际是我不是很记得 那现在当然有这个那么那么便宜的东西 尤其现在印度的物价也飞飞 油价也上扬非常多 宁愿非常多 所以莫迪做这个决定也不是对印度来讲 对他自己的政权是有帮助 那美国那个国务卿布林肯也提到了 在这次的二加二会谈里面也提到了 希望这个美印之间或是美国能够当印度的 所谓全面的这个全面合作伙伴 最主要的伙伴 那美国也希望能够帮印度找到更多的 所谓能源的这种替代替代选项 但就你讲的就是 讲是归讲啊 讲得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能够做 是不是能够给个红萝卜 为什么美国不干脆直接卖便宜的 我想美国也做不到 对因为其实本来一开始 大家在估计的时候就说 一旦从俄罗斯的这个云友进口 如果假设是减少的话 那美国很可能 美国的石油很可能 对印度的输出是会增加的 那可是因为刚才提到一个价格的原因 那加上其实对印度来讲 它这个原油的供给 它觉得它过去已经多次配合美国了 一个是伊朗 过去印度也跟伊朗 伊朗是 过去印度是伊朗的第二大的石油的购买国 第一大是中国 第二大就是印度 可是因为在这个这个川普总统时代 因为对伊朗下达禁令之后 其实那时候印度是配合的 所以印度跟伊朗购买的原油的 就直接就降到零了 他就他都不买了 甚至我们说他不敢买了 那加上还有像委内瑞拉 过去印度也跟委内瑞拉买石油 那在这些他都因为美国外交政策之后 他就停了 可是像印度有一个声音就在抱怨 就是说我配美国外交政策我不买了 可是呢 我第一个我变成要去找到其他更贵的油源 那就如主持人刚才讲的 这个对我的经济其实变得好像是 经济代价是我自己在承受 那甚至因为他当时不跟伊朗买油之后 他其中一个主要的替代来源 就是跟美国买 所以他觉得怎么 反正是我买更贵了 然后你美国赚钱了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是我要配合你的外交政策 所以在这一次的思考上面 而且我刚才提到的是因为 包括欧洲国家 我们讲很多国家 他其实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持续跟这个 俄罗斯买油 因为美国并没有完全 经济制裁这一块 因为其实包括印度跟俄罗斯 购买石油天然气 那也有人在这个 就问这个白宫啊 那发言人就讲得很明白了 这个目前这一块 并不在我们的资产范围内 所以印度他并没有去违背 包括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违背 美国的所谓相关的制裁法律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印度现在的作为 其实是预料之内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整个脉络来看的话 因为对他经济有利 那只是说会在期待之外 就刚才主持人提到 我这二位有太多 我们差不多我们期待 那大家对印度 特别是因为从2025年来之后 他因为他导向了印太战略 所以大家好像对他的这个外交行为上 有比较多的认为说 他会跟西方会比较靠近一点 甚至对他有一些所谓道德上的期待 那所以有点期待落空的感觉 否则我觉得如果按照整个脉络来看的话 至少到目前为止 印度做这样的决定 特别是如果你从印度国内的声音来看的话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印度国管部长前几天还在对他们国内发表演讲 就讲说也称许他们自己 很肯定自己在俄乌这一次的冲突上的立场 然后他就说 我们的作为其实受到很多国家欢迎 包括巴基斯坦 连巴基斯坦都说我们这次做得很好 那表示我们不是受到很多肯定 那所以目前为止我看起来就是刚才提到了 在现在的国际的这个情势跟条件之下 那拜登总统可能试着想要用就是说个人的影响力 或者说用美印关系这样整个大的这种发展的大局 能够来对印度有点影响 不过目前看起来坦白讲这个是不够的 所以拜登的这个柔性劝说 或者是道德劝说大概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只是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在目前的当下 他还是必须要跟莫迪跟印度通气一下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俄罗斯 那这个因为既然美印之间的关系 大家很注意 另外就是说 现在刚才延续刚才的话题来讲 为什么印度到目前 我现在是欧乌战争 你刚才提到 从联合国的安理会 或是各各项的这个 人群理事会里面的投票里面 印度有将近六次的弃权 实际上弃权 也就是你想的 已经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立场 跟看法 那为什么很多很多人不清楚 为什么印度离不开俄罗斯 为什么他那么依赖俄罗斯 那么样的重视俄罗斯 您的看法怎么样 那这个印度这个目前在俄欧战争之后 他对俄罗斯的战略 是不是还是不有改变 印度跟俄罗斯 或者我们讲前苏联 就有非常好的关系 因为从冷战时代开始 那特别是在1971年 当时这个印度 为了协助所谓 当时叫东巴基斯坦 就是孟加拉独立 那他当时为了要协助 这个孟加拉独立的时候 他很担心中国会趁机来 这个从后面打过来 或者说为了支持巴基斯坦 袭击他 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更大的 我们讲这个麻雀 来雇这个 对麻雀在后 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更大的 来压制住中国 所以1971年的时候 印度跟当时的苏联 签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 那那个条约 其实说辞在我们看起来 它的内容 其实它就是一个准同盟的条约 那这个其实对印度的 外交政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 本来印度他标榜的是 那种比较所谓道德上的 我要不结盟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我不跟美国结盟 我也不跟苏联集团结盟 可是1971年 因为了中国的因素 因为了巴基斯坦的因素 那事实上他选择跟苏联合作 那这个从此印度跟苏联 就有一个所谓的特殊友好关系 那冷战结束之后 当然这个这种关系 就很难再继续这个持续下去 因为当时的这个俄罗斯的实力 大不如苏联 那加上印度也开始 往这个西方重新去做平衡跟调整 可是这个从那个时候建立的基础 一直影响到现在 反映里面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印度到现在为止 它的主要的军备 主要的军备来源 其实还是俄罗斯或苏联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其实也影响到 包括这一次对 所谓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 那印度里面就有一种言论就是说 我不能参加这个经济制裁 因为我现在我的国防的这个设备里面 有60%以上是俄罗斯的体系 我一旦制裁之后 我可能到时候连那个零件的购买 这些都受到问题 所以对其他国家来讲 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上问题 对我对印度来讲 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很严重影响到 是印度整个国防跟安全的问题 所以它有多加上这样的因素在里面 那普京在跟这个之前 在跟莫迪见面的时候 当时莫迪就曾经跟普京讲 因为从西元2000年开始 他们就有每年有所谓的高峰会议 那有一年的高峰会议 这个莫迪还特别跟普京讲说 你如果问一下我们印度的小孩子 问他说哪个国家最友好 我们印度小孩都会说是俄罗斯 也就是说印度跟这个俄罗斯 有这种很传统的友谊存在 那这个 那我们知道印度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是这十几年来开始增温 所以一个是历史上一个 长期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是旧爱 一个是新欢 所以两个之间的平衡 就是说目前为止 这个新欢还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这个旧爱俄罗斯在印度心中的地位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其实牵涉到 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 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 其实在2000年中的时候 因为中印的边界冲突 印度一度就倒向了印太战略 那其实印度倒向印太战略 这个过程中 俄罗斯就不太高兴 所以俄罗斯其实很多次就跟印度讲 就说你不应该再往那边 靠了因为你其实是中了西方的计 因为印太战略就是一个 这个一个game 就是为了要这个对抗中国了 那你不要落入这个陷阱 那坦白讲 印度并不是落入这个陷阱 印度当然知道这个东西在玩什么 可是那时候他有制衡中国的需求 他就往印太战略靠 可是一直靠一直靠过去的时候 就让这个俄罗斯当时就不太满意了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 本来每一年都有这个所谓 印恶的高峰会议 通常是在年底的时候举行 所以在这个2020年底 这个要举行这个印恶高峰会议的时候 当时普京就说拒绝 什么原因都说 当然用这个疫情做借口 可是我们知道 即便现在用疫情 你还是可以开视讯会议 那很简单嘛 开个十分钟也可以 可是俄罗斯就拒绝跟印度开这个视讯会议 而是个高峰会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好转的 就是在去年 我们讲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 印度决定 鼓起勇气 对俄罗斯来讲 他鼓起勇气 他决定接收了他这个S400型的飞弹 印度是很早就下单了了 我开玩笑 假如说他早就订够了 订网够了 那东西送到你家里 你不敢去收 因为你怕被惩罚 可是在去年 这个11月12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并没有预料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印度就开始决定 重新恢复强化跟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 也看到印度一旦做这个决定之后 俄罗斯当然就很开心了 所以普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旋风式的到印度去访问 那个是在整个疫情之后 普京第二次的出访 普京前一次出访是到日内瓦去 就是见拜登 那这是他第一 特别到就是出访到了新德里 那去了六个小时 那这个当时这个举动就已经显示出印恶关系 重新再强化再回文了 那所以一旦印度已经跟俄罗斯重新把这个关系 恢复的时候 那现在突然发生这个俄罗斯跟 这个乌克兰的冲突 短期内 印度似乎也就不会立刻调整 他已经这种要跟俄罗斯强化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同样的俄罗斯也非常重视印度的这个支持跟立场 在发生这个所谓 普京发动所谓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他第一个打电话要说服的外国领导人 其实就是莫迪 当时发生的这个行动之后 他第一 当时很巧的是巴基斯坦的中立也在莫斯科访问 可是第一个 普京第一个通电话的对象就是莫迪 那第二个是马克宏 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是在一个升温的情况之下 那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 印度似乎还是朝着原来的这种 所谓跟强化俄罗斯关系的路途上继续前进 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个事件是在发生在更早几个月 也许印度会做出不一样的举动 可是因为他整个在去年的下半年 整个外交政策已经是重新回调到 所谓要在金砖国家跟四方安全对话之间 重新找到一个平衡点 已经回到这个平衡点的时候 那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回到刚才讲 所以印度的这个举动 其实是在 已经是在这个我们预料的脉络之类 所以你短期间看不出来 印度会改变他这样既有一个战略目标跟战略防御 他需要能够包括想从美国或者一些国家取得一些其他 更先进或是说更有利的这些所谓的武器设备 也就是要重新调整一下他现在军事内部 这个内部的这种军事设备的一个结构的配置 包括说我刚才也提到的 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一次里面 他太单一仰赖俄罗斯 他军事上 所以他也很难去说真的去做出 违背这个俄罗斯好像这个意愿的这些举动 因为这个会伤害他本身的国防 那反过来如果今天 如果我们假设今天印度的这个军事设施 可能只有20%或10%来自于俄罗斯 那印度可能考量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反过来 我觉得从经济面来看的话 印恶的关系反而会强化 因为印度我们知道印度朋友是非常聪明的 就是这个既然他已经选了这条路线 那他发现这个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 所以印恶的关系 在如果说在目前的这样所谓的条件之下的话 他的经贸关系反而会强化 因为俄罗斯现在需要出口的 不是只有石油跟天然气 他既然受到欧美的制裁 你可以想见他有很多的 原来的货品可能需要找一些新的出口市场或替代市场 那现在因为这个美国把他赶出这个 这个SWIT的这个结算系统 那当然会影响到他对外的贸易 可是刚才提到冷战时候 印度跟俄罗斯就有很好的这个关系 那当时他们的结算机制呢 就是用印度的卢比跟俄罗斯的卢布 直接做一个所谓交易的机制 那是bypass美元系统的 事实上稍早印度跟伊朗的交易也是如此 他们是用双边的货币去做交易的基础 那所以现在就开始在谈了 所以其实俄罗斯跟印度现在已经有开始在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那我们不要用美元做生意 那我们是不是用我们各自的货币来做一个交易的结算 那假设对印度或者当然俄罗斯一定非常需要 那如果印度也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他有利可图的话 他反而会趁这个时候增加对俄罗斯的一些这个购买 甚至也有人提到说搞不好他趁机也趁机这时候买一些军备啊 如果俄罗斯愿意更用更低价的价格卖给他的话 他为什么不要 所以反而在经贸这部分 我觉得他会这个至少这个短期内 中短期在你可以看到他会有强化的趋势 可是在长期的安全的战略的这种思考上 印度可能反而要思考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还能够继续仰赖俄罗斯吗 那对俄罗斯对我仰赖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目前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话 对我的国家的安全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想印度也已经开始有人在谈这个事情 不过另外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莫迪这一次好像也希望这个普丁跟这个乌克兰总统 在泽伦斯基能够直接对话 那当然他做这个姿态 这外交姿态很多人也不同解读了 你认为普丁跟泽伦斯基可以听了消息莫迪的话吗 我看过印度也画一个漫画 他其实这个他自己画的就是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了 没有那么大 这外界高估他 但是确实 所以我刚才讲说其实大家对印度是有期待的 因为不只是这个普丁打了电话给这个莫迪 其实在印度在第一次的案理会投票投了期权票之后 隔天泽伦斯基就打电话给莫迪 希望说莫迪给这个这个 泽伦斯基给乌克兰这个外交上的支持 所以这个莫迪也是很妙 他这边接普丁的电话 那边就接乌克兰的电话 那另外这有个背景是因为印度在乌克兰有大量的印度留学生 所以当时牵涉到撤侨的问题 所以印度当时这个为了要撤侨 他这个还这个动用一个叫做恒河计划 做一个撤销行动 因为在那边大概有有差不多两万人的这个印度的留学生 那不少 对 然后他撤出当然一旦发生战争 这个撤出就要工程就非常浩大 那只能从这个乌克兰的西边这些邻国出来 所以他当时还派了四个部长 到乌克兰收边的四个邻国 去做这个撤销行动 那一开始用民航机撤 后来还发生一个印度学生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在高峰会里面 他们还提到这个事情 有个印度学生因为这样子就这个死在乌克兰 那后来没办法印度就加派 说印度后来派空军了 一方面就运送物资过去 一方面就用空军了 运送机把印度学生载回来 一直把他撤回来 可是就在这个立场上 你看到很微妙是说 印度是 他也跟乌克 那个莫斯科谈 他也跟基辅在谈 那印度能不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他当然也许有一些意愿 因为他 印度一开始就一直提到说 希望双方能够尽速的停火 那另外他也认为外交才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可是同样的这种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话 我觉得 比如说 坦白讲我不觉得印度对乌克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就是说他可以影响乌克兰做出 比如在谈判上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倒是我倒是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但是因为稍早俄罗斯曾经 就是我刚才提到在去年关系访问的时候 曾经俄罗斯跟这个普京那时候跟习近平也刚好见过面 那时候在会面之后 他们其实谈到一个事情 这个对外发布新闻的时候提到 可能中印二 因为本来就三国有一个机制 中印二的这个三国机制 那也许会希望能够开一个所谓中印二的这种高峰会 因为这个中印边界冲突之后 这个莫迪跟习近平很久没有就等于说这个对谈了 虽然有参加一些这种多边的会议 那所以俄罗斯有点反而是想要扮演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调论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可能开这个会议 我觉得当然开的话会受到很多同样国际很大的压力 可是如果反过来 如果这个会议是为了要push俄罗斯早点停火 那反而是中国跟印度 我觉得他反而外交上可以解套 甚至他可以得到国际上的一些肯定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开会 我是为了要说服俄罗斯啊 那如果说中印合起来 对俄罗斯就说有也许的影响力可能还会比印度单独大一点 那如果单靠印度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 而且以印度他这么小心 他也未必会想去躺这个浑水 不过你这种点那个重点 这中印恶这个高温卫到底能不能开成 要不要开怎么开法 何时看 我想这个可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到时候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话 还可以请你分析一下 不过台湾这个印度对俄罗斯的这个既定战略不变之外 你刚才提到的在跨的 在释放会访里面美日印澳 这样一个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战略在整个这一世纪最新的这样一个印太战略的改变之下 印度总是给其他三个国家感觉好像不是在同一个步调上面 虽然大家同船但是不同步 不过你刚才也在稍早节目里面也提到金专国家 印度在金专国家跟印太战略之间的摇摆 那可能印度在印太战略表现 让人家感觉好像有点期待有点落空 所以你怎么样来看待印度在这个印太战略里面的一些角色跟分量 还有这个印太战略在印度看来是不是整个是在对付中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符合印度的战略 这个美国在推出印太战略 当然背后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 这个是我想这个路人皆知 那印度也不肯不知道 所以一开始这个莫迪总理当年在参加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演讲 这个大概是印度比较第一次比较确切的在谈这个印太战略这个事情 可是他那时候他就讲他说 我们不觉得印太战略是一个战略 我们不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战略 我们也不觉得说它应该要针对一个特定国家 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包容性的 那印度讲这个包容性当然这个当时就有点是要讲给中国听的嘛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 这好像跟我原来的设计不一样 可是在2011年刚才提到了整个中印边界冲突之后 印度当时为了要来抗衡来自中国的这个压力 他不得不去做选择 所以当时他就开始往日本往澳洲往美国这个更加靠拢 因为他希望能够强大他抗衡中国的这个力量 因为印太战略或者我们讲司法安全对话 他本来就是剑指中国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样的发展是很合理的 可是因为对印度来讲 我虽然靠过了印太战略 或是我强化了司法安全对话 包括这个年度的马拉巴演习 本来是美日印 那印度最后也终于同意让澳洲进来 所以变成一个四方的这个演习 可是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战略上调整之后 坦白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并没有真正帮助印度解决中印边界上的冲突 比如说印太战略它虽然是围堵中国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强调更多的是好像是在海洋方面上面的一种战略设计 可是今天中印边界冲突 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 它一个是像一个比较陆地上性质的 好这第一个它感觉上 司法安全对话或者这个印太战略对印度 直接解决中印边界冲突这个事情上的助力而现了 那甚至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这个美国开始直接退出阿富汗 那就让印度它感觉上它西北上这个陆地上这个边界安全的压力就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刚才刚才提到反而他做了一些微调 包括他买了这个就开始接收了俄罗斯的400的防空飞弹 但他买了400的400型防空飞弹部署在哪里 他其实就是部署在印度的西北 他一方面可以这个就是说他放在西北的话 同时可以有可能抵御来自中国或者巴基斯坦的相对相关的攻击 所以他发现说最后没办法 他还是要靠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另外刚才提到因为俄罗斯的很不满 所以印度当时还有一个 整个是说这个奇想 这个印度讲了好几次 他跟俄罗斯说你不要不开心 这样吧你就来加入印太战略吧 一起来玩 那这当然不是符合美国的这个想法跟设计 好那这一次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刚才提到三月份了之后开了斯坦安全对话 这一次的对话高峰会其实相对于前面两次 可以看出来 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有点危机 就是斯坦安全对话会不会变成激热 十之五位 弃之可惜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能发挥影响力 在这一次里面真正发生危机 需要用斯坦安全对话来处理的时候 其实四个国家没有办法产生出一个联合声明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 斯坦安全对话这一次没办法产生一个联合声明 那最后是由美国发了一个叫ray out 就是等于说一个谈话的纪要 好那你如果回去看 印度他自己倒是发了一个声明 在讲这个斯坦安全对话 印度他突出了一个重点 他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这个斯坦安全对话应该focus 应该专注在印太地区 换言之说说印度他已经告诉你的不要用这个斯坦安全对话去处理印太地区之外的问题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就不要去碰乌克兰问题不要去碰其他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印度他的想法是只是希望说把他放在原来这个所谓印太的这个架构里面 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这样他的影响这个或者他的成效应该会比较有限一点 那所以这一次的莫迪跟普京跟这个拜登的高峰会之后 其实在这个白宫发的声明其实他有提到一个特点 他就说我们有跟印度跟美国谈了 就是说希望未来双边的合作能够不只是兼顾到印太区域 而且还要在比昂 还要在印太地区之外 那当然他只是加了这一笔 那这个我想这个是美方的期待 如果说印方的合作他只是把印太 只是说把斯坦安全对话 只是限缩在可能跟印度相关的 特别是跟印度相关的议题上他才要去做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这个效用就非常低了 甚至我们讲这以后如果发生在 譬如说即便是跟中国相关 可是可能这个跟印度没有那么直接关联的 那印度也许也会同样的理由 就是说我们应该专注在这边就好 不要去碰那些问题 那这样的话他的效用就非常非常有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斯坦安全对话需要 至少这次乌克兰的世界里面 让他必须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这个他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用 你不能只是平常开会 然后演习 然后你演习了半天 你真正需要采取更强制一致行动的时候 你反而这些国家 相关国家都退却了 那所以我才会说 他感觉像变成一个饥肋一样 好像只是一个social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就离原来大家想象说会不会变成一个好像准军事的一个合作机制 感觉反而是离得更远 那你觉得你怎么看中国外长王毅前一阵子去印度 当然这是差不多近两年来 中英之间比较高层的这种会晤 对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印太战略这个跨的四方会谈 是不是饥肋 对印度来讲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的印太战略的整个对付中国的这种大前提之下 王毅去跟到了新德里 见了外长 就见了苏介生 你觉得在中英关系现在目前为止 你怎么样看待 第一个就是说中英边界冲突这个事情之后 双边的关系还没有回复正常 那我刚才提到其实一个很重要指标 什么时候看他能够回复正常 就是如果哪天这个莫迪跟习近平愿意举行这个高峰会 即便是一对一的 那这可能都是一个指标 因为这个我们回顾在2017年动朗的争议之后 其实双边的领导人就是靠这个所谓武汉非正式会晤 他们那时候叫做reset 重新等于说中英关系要重开机了 那现在中英关系还是需要再重新开机一次 只是说现在的条件还没有到那么成熟 包括因为现在中英边界的对峙 虽然在这个去年初已经开始有一些 这个对峙的点测均了 不过还有好几点还在冲突当中 可是最近确实随着刚才提到的这个印度 因为在去下半年去年下半年年底就开始做整个战略的调整 一方面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刚才提到重新回温 旧外还是比较好重新加温 另外一方面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也开始缓和了 其实在去年底有召开一个第13次的这个军长级的中英边界的会谈 那次谈得非常糟糕 双方是不欢而散 谈不欢而散就算了 双方回去之后同样的没办法发出这个联合声明 那双方是各自发出声明骂对方 都说是对方的问题 所以让这个谈判没办法有进展 可是到今年初我们看14次会谈的时候 那个气氛完全就不一样了 虽然一样没有办法谈出结果 可是双方呢 第一个都只重新发联合声明 另外在联合声明里面提到说 我们要遵照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战略指导 要尽快尽快的能够解决这个边界问题 他提了好几个尽快 那第15轮的会谈 3月份也是刚举行过 同样一样没有达成共识 可是看得出来双方一样在维持这样的气氛 好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加上这个俄务的冲突 刚才您提到了 那王毅就突然丢出来说 那我要去这个新德里走走 那我们知道说他去干什么 他这次去当然不是去吵架 对不对 吵架就不用去了 所以很显然 这个北京也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契机 希望借这个机会跟 绑合跟印度的关系 好那这个很妙是说也要看印度的态度 印度一样可以不要接受他来访问 印度也可以说这个时间不成熟 因为印度一直在抛一个说法 就是说只要边界冲突没有好好搞定的话 中印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这东西解决 可是同样的印度也接受中国来访 特别是因为王毅这次的访问 他第一站是到巴基斯坦去 参加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组织的会议 可是王毅在这个巴基斯坦的时候 他在这个演说里面 他说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伊斯兰朋友 对于克什米尔的立场 中国是蛮支持的 这个已经踩到印度的底线了 因为就印度来讲就是说 你等于是再来我家访问的前一天 然后你怎么突然挑出克什米尔问题 说你这个支持巴基斯坦 所以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那天的这个印度的媒体是反应非常激烈 甚至印度外交部还发一个正式声明 说你王毅根本没有资格 对这个克什米尔说三道四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在猜说 会不会印度这样就不让王毅去了 可是他最后还是让他去了 即便说前面有这么这一段 他还是让他去了 不过他也做了一个 我觉得这外交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底子 就是没有让他见到莫迪 没错 莫迪后来就说借口说 他到北方省参加那个省长就职典礼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你要安排见面 这个当然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见得到 但他就是也因为这样子没有见 可是国安顾问 然后加上这个外长也都跟王毅见面 那跟国安顾问 如果从会谈之后那个表情来看的话 跟国安顾问可能谈的还比较还比较顺一点 那个外长谈的可能就没有 就是双方的表情都是还是比较 比较严肃一点 不过就看得起来就说 我就说这个有点像是大人吵架的艺术 希望让知道说虽然没有一个立刻有个结果 但是就是不要继续撕破脸 不要继续撕破脸 那这个球可能最后还是要丢回高层了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印度这种高层的影响力 还是比较大一点 就是说最后可能是高层愿不愿意 坦白讲那个边界问题这都是一念之间而已 你要怎么让或者说你要怎么谈 那只要双边的领导人愿意做一点妥协 或者说愿意往前走一步的话 那个是很可能就有一些新的发展出来的 当然谈判里面提到give and take 也不能光是take 也是give一下 或是说其实以退为进 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我习近平可能四月份 听说要去沙奥地阿拉伯 要去中东 说不定因为路途很 路途方向每一字 说不定王毅其实有跟这个苏杰森 或者是跟国安公卫也谈到这一点 说不定我们不知道 你搞不好比我还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看看 中英关系会不会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 让中英之间的关系 提到你刚才所讲缓和 不过最后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 我毕竟给你谈到一个更有趣 更好玩的议题 就是说在高盛20年前 高盛20年提出所谓金砖四国 后来加了南非金砖五国 这金砖的四国 就包括俄罗斯 包括印度 包括巴西 包括中国 还加后来南非 那这五个国家里面 在拜全球化之下 中国等于腾空发展 中国这过去二十年 得腾空发展 已经现在变成世界经济 第二大经济体 已经在预判的未来 2028年 2030年 2032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 可能超越你 但是同样的金砖四国 里面印度 国金砖五国里面 印度的表现 就不如大家所预看的 也是有点期待的落空 我自己也去过印度 你在印度非常熟 曾经派出站那边 你也在那边从事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学术 或者是你的工作 派出站那边来 你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去全球化 因为整个供应链的变化 整个俄乌战争 加上中美对抗 中美贸易纠纷之后 去全球化声量越来越大 当然现在马上 去全球化的可能性 没有那么快 看不出来 但是赢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在解构当中 这样的一个去全球化的过程 加上现在二物战争 很多学者专家 已经慢慢在研究 是不是印度崛起的机会来了 你的看法 十四赵英雄 这个确实现在 我觉得对印度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因为应该提到了 其实中美的对抗的情况之下 其实已经有蛮多的 这个外资 其实本来就已经考虑 从中国撤离的时候 印度可能就是它一个 一个蛮重要的选择 因为 当然印度现在的经济结构 跟中国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甚至它的发展 可是印度它有一些 经济上的潜力 一个就是说 它的人口相对来讲 是年轻的 它的人口的中位数 大概只有27岁 那相对于像 中国啊 日本啊 日本都40多岁 中国这种39岁 这个印度相对 它是一个年轻 所以未来 它这个劳动力上面 这个有一个 就是说 比较亮丽的前景 那另外就是说 印度 虽然它贫富差距非常大 可是因为它人口大的关系 所以它的 所谓中产阶级人口 也蛮大的 这我们上次好像有提到 印度它大概有 3.5千万的中产阶级 或者我们讲说 所谓有消费能力的人口 那3.5千万 基本上就是一个北美市场 就是一个美国 加一个加拿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印度它确实有 这方面的潜力 可是印度它比较弱 就是制造业 它跟中国这个 有很大的差距 包括它现在因为跟 中印的贸易里面 为什么印度还呈现 一个很严重的逆差 就是因为它的制造业 它的能力是不如 不如这个中国 所以中国是世界的 这个所谓世界工厂 那印度要取代这样 或者说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还是比较难一点 不过因为 在整个刚才提到的 这种一些 非经济因素的考量之下 包括疫情的影响 包括刚才提到的 恶物的冲突 整个国际情势的这种 重新的解构 重新的重组 那印度在这种 解构的重组的过程中 它变成是一个 大家重新考虑的选择 其实我不知道 其他国家怎么样 不过至少我从 在台湾的 这个感受来看 就是说 因为去年印度 因为疫情的关系 蛮严重的 所以其实影响到很多 这个外资全区的意愿 可是因为随着疫情 反而之后 我至少在台湾现在的感受 是说越来越多的 这个特别是高科技的厂商 重新对印度有兴趣 其实也有一些厂商 在跟我们谈 就是说怎么样去 这个印度 经营印度的事情 你可以感觉到说 现在对印度的需求 这个是起来了 重新又起来了 而且是谈的就是 包括在印度 要投资啊生产 像前阵子像 可能不知道 跟我们有注意到 台湾的鸿海 就跟印度的一个公司 签了一个合作协议 准备在印度 做生产半导体 一个非常具有的投资 也就是说 他希望 印度还是需要靠这些 外国的资金或者科技 让他融入一个所谓 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 或供应链里面 可是如果说 不管是说 一个国家两个体 一个世界两套体系 或者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 俄乌冲突里面 假设俄罗斯被 西方就是 从此排挤出来 那俄罗斯一定也会希望 适着可能跟一些国家 建立一道体系 那这种在 从此的过程中里面 回到刚才 其他外交上来看的话 印度还是站在一个 比较有利的位置 因为 虽然是 去全球化的过程 可是印度在这几个 小的区块里面 它其实都有一些联系 都有一些关系 也说 在某一个某一个这种 即便分成区块的合作里面 印度可能都还是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而且 包括像印太战略 像台湾的新南象政策等等 其实早就把印度 列为一个重要的 未来一个经济的一个目标 那你看提到高盛的金砖 原来金砖四国 到现在金砖五国 那事实上有一半都破功了嘛 包括俄罗斯这一次下去 可能大概元气大伤了 那真正可能留在台面上 就是剩下就是IC嘛 中国跟印度 那如果中国因为这个结构上的因素 跟美国这种长期对抗 这个大概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很显然的 你刚才提到 那印度就变成 大多数国家 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同选择 所以未来看起来 它确实有这样一个条件 你觉得最主 刚刚提到俄罗斯可能不太可能 南非还有巴西 印度现在这样子的话 有几机会是存在 潜力是有 你觉得最大最大 现在目前对印度来最大的挑战 内部内外其实都有 一个内部 黄大哥也去过印度知道 在印度它内部有很多社会性的问题 就是即便我们不谈那种经济上的东西 那包括说像 它的总性制度 它这个 刚才提到社会的这种皮肤差距问题 我觉得对一个 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来讲 还包括教育 那这都是一个很大需要去改善的 那刚才提到说 印度的这个人口 它有很强的人口红利 可是我们知道人口 它不是只有看数字 你要看品质 那这就牵涉到教育 那看起来印度现在的这个教育 要跟所谓发达国家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它的市值率大概就七成多而已 这个坦白讲 对一个 就是说所谓一个世界强权来讲 这个是一个不及格的数字 那这个它就需要去改善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国家投资 也会看它的相关的环境 是不是够稳定 包括它的外部环境 那印度它跟巴基斯坦 还有刚才提到跟中国 如果这个我们上次开玩笑讲 就是说中印 这个中国巴基斯坦 跟印度这个交界 就是克什麦那个地块 那个可能是才是全世界 最危险的地区 因为那是三个核子 国家接壤的地带 那加上刚才提到了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冲击之后 那印度现在最近好像感觉上 克什麦尔那边的恐怖活动又增加了 那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坦白讲 如果我是外资的 我会思考一下 我适不适合把我的资金 把我的人员放在这个 好像相对还没有那么稳定的地方 我想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 所以印度其实它 虽然它有这个条件 但是它必须要逐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够有让大家有更多的信心 要不然也许它很好 可是我可能退而求其次 我也许选择 譬如说东南亚或其他地方 我不一定要去印度 那说你讲的一个重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印度的内外的环境 或者是能不能缓和 如果一旦它跟中国 跟巴基斯坦的关系缓的话 我想对外资性 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 不过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 50年前美国连中治俄 然后南亚冷战后来发生 现在俄乌战争之后 整个世界格局在改变当中 你刚才提到中印俄 这是我临时想到一个问题 中印俄的峰会能不能成功 这是美国非常关切的 前际着普丁跟莫迪的一个拥抱 让拜登非常头疼 非常心寒 你觉得在俄罗斯跟中国 现在看起来还是会站在一起 你觉得印度跟美国会不会站在一起 或者说印度会加入吗 中印 对印度的立场 他可能还是希望 采取一个所谓左右风源 所以我说他有点是机会式的外交 机会主义式的 就是说他不会承诺说 完全倒下某一边 他不会说 因为印度到现在为止 他说他不要跟美国正式结盟 有战略伙伴关系 这样就够了 同样的他跟俄罗斯也是一样 我就说他要走回冷战的时候 刚才提到的这种结盟的关系 我觉得短期内看起来也不太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反而印度会觉得说 我跟各个集团刚才提到 都维持相当不错的友好甚至稳定的关系 那我必要的时候我都可以拿到一些好处 这个可能是印度他比较喜欢 所以他有点是联额不盟 机会主义式 但是联额不盟 然后作为一个争取所谓大国地位 这种所谓大国外交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中英二之外 其实我们觉得还有一个观察点 因为今年中国是金砖国家集团的主办国 其实王毅去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今年我们主办金砖国家会议 那是不是就要莫迪来访问 就是如果当然视讯之前有开过 但是如果说要开个实体 因为现在大部分国家疫情是相对缓回 那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金砖国家会议 因为看起来更大的一个架构 然后来开开这个所谓的高峰会 然后在这个高峰会下面 可能再顺道开所谓的中英二三国的这种高峰会 那甚至可能就会另外 当然去的话一定也会安排这个双边会议 那这个整个如果 如果这个是整个这样架构做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对美国现在的外交来讲会是一个蛮大蛮大的挑战 跨的好像是五月份要召开 那个拜登已经提到希望莫迪能够跟他在日本碰面 所以到时候东京跟北京之前这个金砖国家的会议 我们倒是可以来观察一下 到时候还请方教授来跟我们大家解盘 谢谢这个方教授 我们谈了很多啊 这个从这次俄乌战争 我们谈了很多印度现在为目前的外交政策 怎么走向美国的关系 中英的边界问题能不能够获得舒缓 这个习近平跟莫迪会不会见面 印度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是牢而不破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整个的会专访里面都提到了 再次谢谢这个方博士在百忙中跟我们空中对话 我们未来还有很多这个议题 还请方博士来帮我们解析一下 好谢谢方博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好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我们这一期的民进专访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全球新闻大集合